对 架子能不能别用这么大的案板了 起来做早饭 做完早饭做中饭 做完中饭 你看这时间差不多要做晚饭了 吃了没啊 我吃了 就点外卖了 这辈子忙活的就是口饭 想吃一张饼也不容易 你小吃快餐吧 吃点瓜果梨头 牛喝 自己内心的声音 目前的一日三餐呢 都是从农场里面采收 基本上我们可以自己自足 我们就自己动态 完全的无污染 无动态 没有化肥 没有能量 上山挖笋 洋洋鱼 洋洋鸡 配上我们天津的炸酱面 我就觉得这生活太完美了 城市的人就缺少这种 大自然的付给的东西 还有放松的心情 如果再选择一次 我还会来到农村生活 而你愿意尝试这样的生活吗 愿意 你肯定去吧 你去我就敢去 没有黄老师 我估计养活不了自己的 地图在菜篮子里 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生活 就这个木屋是吗 人家我们还要搭那个蔬菜大棚了 不是 我知道 搭大棚干啥呢 就把那个蔬菜保护起来 不然他们就 因为天气冷了 我们就没法干 没法种东西了 您早点啊 都喝的母民三道了 要什么样的大棚 其实就是搭个木架的 是吧 塑了木干啥呢 那很简单 那要设计一下 我来帮那块设计 来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其实说到干活 我还是有点开心的 能进 从这个高度 拉到那去 太高了 黄老师 不 我可以 这个也短啊 我的意思啊 然后从那上面开始 一个柱子 两个柱子 三个柱子 大概六根柱子 到八根柱子 然后做了部一条条 就是那个 一条条这样拉下去 然后这边再垂下来 就搞定了 黄老师啊 你直接就搭三个三脚架 这样 是 何老师是这样啊 扑过去 然后把 我现在这里一个高的点 那边一个高的点 然后呢 我的意思是不用高的点 我跟你们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的想法就是 中间有一个顶起来的 然后往两边就可以了 这一根 那一根把它对好 中间一根落到地 你不能用布做支撑 它这里站不住 这里一定要有一个三角撑 它就像那个桥一样 它一定有个拉锁 拉着嘛 不需要做那么大 我是想说你不要钉太 不要中间叠太厚 你比如说有 你一颗钉子本来就很 中间空着钉子很麻烦 没问题 我打两个 你这样的话就变成要一颗钉子 要穿过四颗 我觉得这样你的布会搭的 这样侧面的钉头更多一点 我现在拿一个主粮过来 他们在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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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一个主粮过来 拿一个主粮过来 拿一个主粮过来 对 最里边的可以 最里边的可以 什么 我把你给你 对 我帮你们扶着 九 你知道我意思 一会我们再单独两尺吗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你最好算好了之后 让它刚刚好接上 我们不用算 我们把两头钉好了 一会一量就行了 量完之后你觉得多就锯 不多我们就把它钉 我的意思就是 你钉上去就不好锯了 因为太大了 这个东西你 你现在小的 我们不用锯它 你往那一锯不就可以锯了 现在你钉好了之后 你就没法动了 我们不用把它锯下 我们只要把两根钉得 不一样高就好了 我没懂 钉不一样高 喝口酒吧 不是 黄老师 你现在要钉的是不是它 是不是中间的这个 对 对吧 我的意思是 你要算一个差不多场 你把它锯掉了之后 把它俩钉起来 就是中间 然后把那边再接起来 就是够了 我中间不用钉 我一会把它一量完之后 把中间放 它中间两个加倍就好了 我钉在一起 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把中间接起来 对啊 我很好 我就是怕你中间接起来 因为你悬空钉不好钉 你知道吗 没事 你先坐吧 你先把这个拿开 大华你拿走 把这个拿走 我把这个拿走 我把这个拿走 好 不要生气 我拿走了 你把那个先拿过来 师傅 我要问一下明天哪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自己做 你有面条吗 没有 你有馒头吗 没有 那明早吃什么 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不是你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吗 我怎么K你 我不干 说好来的时候 跟我说好点什么菜 华儿做什么菜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现在 我不信 李姐打死他 好 大华你把它打进去 好好好 一看何忠老师脸立马拉那似的 哈哈哈哈 大伙你要不先要电动 哈哈哈 哎等会等会等会别气 我没有气 我怎么会气 他不会他不会 没有我这我是我是 我们俩人探讨的 探讨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把他对对没有人气 没有人气 全部弄好了之后揮个 看好了尺寸 然后再再弄 我觉得那样的话 不过也中间也要搭配 也肯定要搭配 也不需要搭配 现在你反正流长着 你看怎么怎么都行吗 对不对 来吧来吧 对对对对 叮啊对啊 你叮啊对 好好好 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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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华要叮两颗 这里要我要两颗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两颗两颗我我错了 好 这两个点 结果还没挑成 对我也喝一口 对对我觉得你们两个 哎要喝杯茶吧喝杯茶呗 他还以为我们俩在争吵 两颗 再来一颗 这样吧 正点是大华没听懂 我们在说什么 哇 根本理解不了啊这个 哇黄老师 那这些是 何老师咱俩下去唱一个啊 哈哈哈哈 再从这冒出来啊 那我们先蹲下来啊 拍个起来啊 好 蹲好现在 好啊 好啊 好你先啊 一二三唱啊 嗯 一二三唱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我有才华 你有才华 我们大家都有才华 有才华 我有才华 我也有才华 就是没有流鲜花 哈哈哈哈 还幼稚鬼 回来吧 这个真的可以吃吗 可以啊真的好好吃 真的吗 找一个带花骨头的 可真的假的 你试试 这个很好吃的 哦 很好吃的 真的很甜 真的真的很甜 怎么可能你们在闹吧 可老师真的很甜 真很好吃 好甜的 像是炒的很嫩的油菜 嗯对啊 那我们不用煮菜了 对啊 天天吃这个 一人一拢 其实弄点糖醋 酱油一拌就可以很好吃 像沙拉一样 就请他们吃油菜花今天 对啊 要什么红烧蹄膀 要什么烟都仙 怎么没有人呢 帮我拿箱子 哎呀好像有人来了 什么声音 怎么那么熟悉啊 河老师信我了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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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啊 哎 你好你好你好 孩子们说童年记忆来了 哈喽 老师好 金龟子姐姐 哈哈哈 杀衣 哎谁呀谁谁 杀衣 我是把眼镜伤 是不是不习惯突然看到这么老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以为是哪个工作人或者 哈哈哈 工作人 看这是我们鹏吧 鹏吧 你好 金龟子姐姐 哎你好你好你好 快快快快快快进来 哇好可爱啊你们这 哇好贤坏的人啊 哎呀刘维你看到 刘维 嗯 老师好 哈哈哈 哇老师啊你好 你好你好 昨天就是他接了你的电话 昨天是你接电话是吗 哦是你哎呦呦呦 是我是我打电话的啊 这个是我的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 他带我出道的 没有没有真的 他带我出道的 来来来坐好坐会来坐好 老师我是86年的 哎 我是真实的看你 你节目长大 那你那就是看我 你说我今天看到你 是特别的激动 真的呀 因为从来没见过你 是吧没有变过本人 小的时候还很想写信 寄到那 哇真的呀 那你是忠实的观众 那 那 是不是该出去 卖东西去了你们 到11点了 11点快去快去快去 我们走了 我都吃了 咱们买菜去了对吧 走吧 今儿要买东西多了 对呀 走那咱们走 周喽 我还是第一次做何老师开的车 是吧 那时候都是好像做的是我开的车 对 那何老师那时候还才20岁 对呀 他那时候还不到20呢 那你们俩这个真的是 那是何老师等于是出道 嗯 怎么会找你何老师呢 这个一开始还是真是我找的姐 我有一个小品我写的 然后要演的时候 我跟导演说我要五个不同的年龄段的女的声音 热线里边的声音 然后我要找五个人 然后那个导演说一听说这不是要五个人 他说我给你找一个人就行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然后他就躲在一个平方后面 把这五个声音都完成了 我就惊了 然后呢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就想他也看上我了 他也觉得说正好那时候想要跟 拿新的一个男主持 那是95年 95年 95年底吧 95年 就差不多 97年你就去科拉大本营了对不对 97年大本营开始 我98年3月份才去 最开始就你和李湘两个人主持 对吧 对 加入维加了后面就 我跟维加是很多年的 你俩是同学吗 我毕业了他进的 他比我小三届 他那时候到我们来这玩的时候 咱们聪明屋里人就说 这哥们这鼻子可真够大 能吵一盘啊 就是这大鼻子 别在什么也没看着 听见了吗 小的 我可以去看吗 当然 我陪你去喂他们 来走 小郭吃饭了 小郭吃饭了 不急 都有 来 别跳 来 来 你的 不急 你的在这儿 你别吃鞭的 你别吃鞭 你看你 你看看你把人家打饭 小郭 小郭 这是妈妈 妈妈吃了吗 小郭得在这儿呢 妈妈要给多一点吗 给多一点对 妈妈 来小郭 小朴 小朴啊 这是妈妈去哪了 妈妈去哪 妈妈在这儿 你别吃你妈的 孝顺一点 孩子 孝顺 你不懂孝顺 给妈妈的 给妈妈的 妈妈的 喂 小郭在外面争抢良知 他在这里吃肉 你媳妇在外面受罪了 你在这儿吃肉 啊哎呀 另外明明就是妈妈的 为你握手 冷风吹 哎呀呀呀呀呀 妈妈 哈哈 投降 他在这儿已经摔倒了 第四次被摔摹了 小郭好像今天吃的有点傻 小郭再来一点 哎呀 好乖 乖来哎呦大胖子吃吧 哎 好了让他们自己玩一会吧 嗯 哦这是我那个蛋糕吗 这何老的蛋糕 我等一下他出来我就给他放 就把待会网民也撑出来 然后我们就 哎 好来了来了来了 我找不到我的蓝窑了 好 来了来了来了 哎来了 哎呀 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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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哇 这怎么做的呀 这好厉害呀 这什么时候弄的呀 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哈哈祝你辛苦 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快乐 喝 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 啊这个喜的好可爱 你得吹到底 你只能把它烧完 准备准备吹 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这是哪来的呀 这是我为你特别定制的 而且写了一句话 上面写的是福如东海 寿命男生 真的好棒啊 碰一下吧好不好朋友们 好碰一下来来 恭喜何股东生日快乐 来 咱们几位股东碰一下吧 很快乐 谢谢大家 我非常感动 我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向往的生活 跟大家在一起 那我们一起合唱一首歌吧 好 这首歌如果 这首歌如果大家不知道唱 真的被打死 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哈哈哈哈 啊 啊 直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 我们将离开 男舍的女孩 害羞的女孩 就像一阵清香 那是我三十岁 零四年的歌 三十岁的时候 十七年了就有歌 如此可爱 挥挥手告别 欢乐和无奈 光阴好香 流水飞快 日夜夜将我们 的青春灌溉 赤子花开呀开 赤子花开呀开 像晶莹的浪花 盛开在我的心海 赤子花开呀开 赤子花开呀开 是淡淡的青春 春春离爱 何老师生日快乐 谢谢 何老师这个四十七 马上就本命年龄明年 明年 明年又是糊年 是吧 我倒是送你一个红裤衩 行 来弹一首歌可以吗 弹 回想着从前 何时与你有了关联 那些感动 老了也会挂念 雨后的时间 就算没有彩虹出现 记得我们 种下过梦的田园 不完美诗篇 人生总难免 等时间伴随改变 脆弱又不丢脸 在爱的人面前 听风说着你一切 一切 像日出 在寂静的湖面 快乐碎片 是回忆写成的心肩 每一封在彼此心底经验 你的如何如何 随风而言 好好听 生而快乐 谢谢 最后一句 你的如何如何 随风而言 练练练 下面迎来黄金时段 对 那我选这首歌 其实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前几季的起床歌 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 是由世界级的演奏家 来为我们去做旋律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真的是难得 如果你要删掉我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删掉 吕思青老师和陈桑老师的表演 我是会跟你急的 我会把你摘入 接下来有请 著名的主持人演唱歌曲 下面就有个叫农夫渔夫送给大家 我们有请吕思青老师和陈桑老师 有请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个大国园 我愿放下所有追求 做个能复去中天 每一个早晨我耕耘在旅夜田园 每一个黄昏我守望 在向前的麦田 我会把忧郁都融化在西洋里 让孤独的心等待秋收的欢喜 哦 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 我不介意谁回来 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 哦 如果那个时候 我依然牵着她的手 我能会幸福地坐上树枝头 我依然牵着她的手 小小的身体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条渔船 我愿放下所有执着 做个雨付出在海边 每一个早晨我航行在晨曦的海面 每一个黄昏我仰望在雾气的海云前 我会把思绪都消失在波涛里 让澎湃的心等待风雨后的平行 哦 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 我不介意谁回来 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 哦 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 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船头 我们会停泊在爱人的马头 谢谢 谢谢四季老师 谢谢三三老师 谢谢 还是唱得非常好 哎 谢谢我尽力了 我真的是我彩排还有什么唱得最好的 最好意思 确实是 因为有大家的掌声 哈哈哈哈 行了 他们走了 我就可以在这儿好好的休闲娱乐 来 我给您续上点茶 哎呀呀呀呀呀 谢谢大家经好 我们是当em都要讲那些 到我们都要讲地 这里子要讲还是走 Date 这是我们前途 有点 アン 我们的 咱们这是在生活的第五个院子了 你还记得 咱俩录第一季那天 第一季第一季 你开车咱俩开了一路 对一个多小时 17年吧 16年 1617年第一季 18第二季 19第三季 20第四季 21第五季 对16年8月 咱们去的蜜蜜 那个时候很 其实很幸运的是 我们是从一个秋天开始录的 夏天 穿短袖去接着你 对 穿短袖去接着你 对 那时候一切都跟现在不一样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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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